我們先說說昨天的放寬措施 譬如食肆的放寬 我們覺得做食肆放寬 最重要是提醒大家一件事 不要重蹈上次的覆轍 這個最重要 父親節的時候 是的,不要說上次這樣一放 大家好像傻了一樣出來 又一起聚,接著來第三波 當然,說多一次第三波 不是因為我們本地做得不好 是因為外來政府把關把得不好 譬如昨天的措施教授 你覺得是否都是一個適當 會不會有些位置擔心有機會重蹈到 第二次父親節的時候的問題呢 6月19號 政府突然間將上限 由8位去到無上限 那就搞出事了 因為那些人出去慶祝 又加上抗疫疲勞 這次他比較穩陣 喊了是兩人一胎 只可以坐一半 還有那些胎又要隔開1.5米 這個都是一個平衡 業態的需要 市民的需要 通常你人多盡餐的時間就長很多 對,那兩位吃的時間都是很有限 所以我相信兩個先是很穩陣的 但是我們接下來這個階段 因為之前有百多跌到六七十 現在就是二十多 似乎還是反覆的 它不是一路跌下去 都有些反覆的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應該怎樣去調控 我們這一步 星期五最快的時候 星期五放寬一步 去到下一步的時候 我們應該又怎樣去 衡量才放寬第二步呢 你都問得很好 其實我們當然如果以 轉染病控制的角度 最好去到單位數字本地個案 內力分明比例 譬如低於兩性 這樣就比較相對安全一點 但是也都明白 政府要平衡很多方面 有市民需要 業界的經濟 它開始住兩日一台先 如果你開始了之後 一兩星期都沒有爆發 和食肆有關的 它可能會去到四位 但是始終我相信今次 就不會好像以往那樣沒有上限 一定會最後都有個上限 譬如剛才黃潔龍提 擺酒那些大型聚會師最賺錢 譬如你覺得指標去到多少 才可以做回一圍 好像以前那樣 沒有一個上限限制 去到什麼程度呢 我相信都很難去到無上限 因為始終這個疫苗 就不會短時間供應到香港 你會又見到第四、第五波出現 如果穩陣一點 你要提醒市民 在酒樓都不是絕對安全的 你頂多說八位也好 十位也好 這個政府要決定 你一定要有一個人數上限 否則你又製造了假現象 現在很安全 沒事 我又出去大派酒大肆慶祝 更加人多幾十位 風險更加高 你評估是去到什麼地步 才可以真的擺得回酒 譬如八個人、十個人 因為有些朋友 我們的聽眾說 糟了已經退了幾次 退到十二月 不知道有沒有忙 是不是都是渺忙一些 如果香港可以去到 譬如我們五月初六月 二十幾天都是零確診 幾個星期才有個 間中有個個案出現 零星個案 又沒有社區大爆發 去到那些情況 就相對安全很多 不是個位數 你要求的是零 是啊 你看到第三波 就真的爆發頻 尤其是早期跟酒樓食肆 很大關係 是 如果你一放得太鬆 它又是很容易爆 去到天氣涼的時候 第四、第五波隨時會出現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喝錢 另外有些業界 都提出一個疑問 看看教授可不可以解解給他們聽 譬如昨天公佈 星期五有機會開食肆 美容院、美甲那些 都可以預約 給他們提供服務 但是 健身室又不行 他們業界就會覺得 雖然是室內做運動 但是他們都可以戴口罩 做一些防疫措施 為什麼美容、美甲那些又可以 但是健身室又不行 他們就會覺得標準不知是哪 這個我都沒有參與的討論 我相信可能因為美容是一對一服務 去健身的時候可能會一個教練有大幾個人 或者裡面會聚集相對多了一些人 可能這個原因 但是我相信他們都是逐步放的 如果譬如你現在被了 戲院開回 美容業開回 如果你的疫情穩定的數字再下跌 我相信其他行業都會陸續被它開回 例如健身室的考慮又要跌到多少才會輪到他們 這個都不是我決定的 我如果跟他的原則 你如果確診國外繼續下跌 你的傾向都是持續下跌 也要看看有沒有健身室群組 是的沒錯 你又沒有一些以上群組出現 但現在沒有開 沒有開一定沒有 是的 我相信也要限回人數 你裡面不可以說太多人住在一起 那戶外那邊怎麼看 因為大家早前 譬如大家有很多電視台都去拍 那個小夏威夷 很多人坐在那裡 那時已經不戴口罩了 但現在放寬了 在郊域公園範圍內 就直接坐下任何時間 總之在郊域公園範圍內 都可以不戴口罩了 譬如另外你出到外面 一做運動那裡要解釋少許的 不是說做所有運動都不用戴 理論上 那個法例就說 如果那個活動 令你真的有透支 你真的負荷不了 那可以不戴的 譬如那些長者 他走樓梯 換步跑很辛苦的 是不戴的 譬如你做熱身 其實未去到那個程度 理論上 其實你做熱身在戶外 是要戴的 去到真的跑步很辛苦才不戴的 不過我知道 前線就不會這麼執法的 但是那個法例理解應該是這樣的 我想看看教授你怎麼看 譬如在戶外運動 和在街公園不用戴 這個你怎麼看呢 戶外空氣比較流通一些 所以相對安全很多 加上現在還要有三十幾度 你如果還要戴口罩做運動 事實上都很大困難 但是你知道行山有時旺角旺角嗎 當然人群都要自己儘量不要大量聚集 你都要儘量分開些走 如果你一聚集風險又在報告 所以大家市民都要自律 你可能去些偏遠些的 盡量避免些是一大群人會聚集的地方 另外想教授也請教你 關於華星診斷中心 它承包了樓宇和屋村檢測服務 有兩個陽性的樣本 但是經衛生署複檢就是假陽性 但它們只是複檢陽性的樣本 如果陰性出了問題 那豈有漏洞會不會 決定你的樣本陰還是陽 很多因素 你可能是樣本質素 加上發病是甚麼時間都會 如果太早可能還未出 如果過了很久可能也消失了 現在那個機制就是外判公司做了第一轉 如果它認為是陽性 其實衛生署是最後把關的 衛生署才是金標準的 現在醫管局也是 所以你每天聽到有些初步確診 都是因為醫管局說是陽性 你要等衛生署做了它認為是 才跟你確診的 所以有這些把關我又不是那麼擔心 那會不會有些假的陰性其實是陽性 減陰性可以存在的 如果你的樣本質素不好 又或者你發病的時間有些出入 但這些可以再翻做的 你如果有懷疑的話 你再隔一兩天再重複再做 所以很難避免的了 沒有說一個百甚之百是full proof 都不可能的了 是啊 因為很多人做的 你抽的那天抽得好不好 還有發病時間都影響了一些結果的 聽你講全民檢測 其實上個星期跟你談 你都表達了其實你支持 和你會幫忙這個議員 但是你也想問一下你的意見 你聽譬如賀克良 馬仲儀或者其他醫生 其他專家他們反對 或者其實不是叫反對 是提出今次全民檢測的不足 沒有什麼成效等等 所以你真的講道理的可以跟你談 你覺得他們是不是真的 目的是抹黑中央和破壞香港和中央的關係呢 都不是的 因為這是一個致遠性質的檢測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見 這個很正常香港自由社會來的 還有也是因為沒有了限聚令 大家都明白那個是會打了折扣的效果 沒有了居家令 沒有了居家令效果又沒有那麼好 這個大家都公認的 還有當然如果你剛好推出的時候 疫情爆發很嚴重的 你的成功率又會高些 但是現在你又要時間去統籌 公司下來裝一些設備 你又要找一百多個場地 又要找醫護 現在去到這個地步開始跌了 所以相對上那個效果就可能無預期那麼好 所以他們都是講出了那些不足之處 這個部分都是對的我覺得 其實真的是不是在那裡等著去做檢測的時候 真是零風險的呢 因為你去檢測 前面那個就算很遠 他噴了那些 萬一噴了那些黑癡 那些會逗留在空氣那裡 另外一個人去檢測 一定要脫口罩 那個風險是否真的零 其實大家可以放心 因為這次要網上預約時間 每人會有一節時間 還有醫護是中間會換裝備 還有在社區會堂也有工程人員看過 是會空氣流通才會經用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通常那些局部空氣傳播 就是在空氣不流通的地方的風險高點 不如你都說了一次 雖然你都覺得這次的成效 就一定沒有之前預期那麼好的 但是為什麼你都呼籲大家去參加呢 現在你看到那個確診個案 它持續都是維持在20左右 是一個拉鋸戰 根本上都壓不下去單位 壓不下去零 你看看昨天那個19宗個案 有16宗是本地 有一半是內力不明 這個反映到那個病毒 在社區很多隱形傳播鏈還是存在的 政府已經是用它的資源 幫那些高危群組 很多群組現在都做了測試 那些的士司機 酒樓食肆 安勞遠社 很多群組都做了 但是仍然還是有那麼多個案 都壓不下去零 所以現在你有這個選擇 是做一個全民檢測的話 是多了個機制幫我們找那些隱形傳播鏈 希望可以截斷它 是更不簡單的 是不是哪怕最後找到二三十個 很少的數量 你都覺得值得去做的 這個是不是都事在必行的 我覺得值得做 因為已經等了很多日 都是維持大約接近二十 那個不明內力的個案 比例都不少 有30%或以上 這個是社區真的有些人 傳播鏈是存在的 我們就用這個機會參與的話 多人參與就最好 可以找到那個人的傳播鏈 希望可以截斷到它 好明白今早 多謝許淑昌教授